是德国的意见 对德国的意见是叫乌斯路 他当时大法也是上来就是 大乱对方节奏 今天还是同样的策略 看看贝斯特经过教练调整之后 有没有什么新的战术 贝斯特显然主动进攻了 但是效果并没有 他必须要主动进攻 并不是很理想 他不主动进攻的话就很难搬回来了 贝斯特看来这次进攻的方式是什么 是主动多用 用贝斯特 对 主动多用腿 但是贝斯特明显 他的这个范围的控制并不是很好 他用腿进攻完之后 你看他的步伐 我们注意看他的步伐 你看他的步伐 他每次在踢腿之前 他不够灵动 贝斯特连续的吃到了 这个黄丽的拳和脚 对 在进攻的这个过程中 但是呢 你可以发现这个加拿大选手 都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特点 抗击打能力比较强 对吧 已经打了那么多下 你看结结实实的 就在我面前吃了一拳打在脸上 我们都可以听到砰的一声 但是没事 他依然这个看起来不受太大的影响 对 在kickboxing这个自由国际当中 他的拳套的话 不是分指的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击打的话呢 当然肯定是对我们来讲都很疼了 但是对经过训练的专业能源来讲的话呢 对 一般来说这个防御能力和他进攻能力是正义的 对吧 力量越重 防御能力越强 在轻量级选手里头 很难直接是一拳把人打倒 除非是像那种后支拳 对 就是用上腰力的 好像像 哦 这脚踢得非常漂亮 又一技直踹 也很漂亮 黄丽的出脚非常的快 那么 我估计刚才那个贝斯特教练 哦 漂亮 你看这个黄丽真的是越打越自欺牢 现在场上的局势 现在贝斯特连主动进攻的能力都失去了 他乱了 不是他 对 不是他不想 又是一顿主合拳连续两下进攻贝斯特 因为他刚才已经看出来 教练刚开始 为什么要上台之后的固执的话 你发现贝斯特的腿用的很多 肯定是教练说你先用腿 克制住黄丽的用腿 然后再用纵拳 对 前面有问题是他的腿快 黄丽的腿快 所以他每次一抬腿的时候 反正被黄丽装 不要说中拳了 腿都用 没有完全用成功 所以他现在脑子里战术已经弱了 到底是用拳是用腿 你看他现在的话 觉得腿一直没有一点有效的 然后就开始用拳 用拳了 但是他现在的话还是要特别防 黄丽的拳也不弱 关键是 最关键是黄丽的正踢腿 非常的好 黄丽的正踢腿就相当于 就是说两个拳中间的一只手 这样第三只拳都入了 你看这个黄丽跟贝斯特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黄丽一般一坐 就是一套组合 两拳一脚 两脚一拳 对吧 这个贝斯特就不是这样 就是刚才你说的 一拳是一拳 一脚是一脚 而且的话 大家知道吗 连贯性太差 在西方的这个自由波及里头 直踢用的技术比较少 都是侧踢和旋踢 没错 为什么 这个 黄丽的组合拳 真的是漂亮 连续击中贝斯特 又是一拳 贝斯特已经有点 脚步不稳了 明显心理上害怕 对 就是黄丽的腿的进攻 从中边进攻 贝斯特现在的学 幸亏第二节的终生小王